我非常喜欢这尊佛手 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笑的 非常美 但是呢 看的时候呢 心里面又有点难受 谁看到都说 怎么能忍心凿下来 我讲课都不太愿意放现在的照片 太惨了 春晚C位就指的这个佛像 怎么就泪目了 我说我当时呢 确实是泪目了 12月14号组织了专家进行鉴定 你看他这种笑 好像在跟你有交流 好像是这个事情很满意 我想很多泪目的人呢 有我们的文物工作者 因为我亲眼所见返还的这个过程 这尊佛像这么让我们感动 这就是一个情感的价值 你看一个东西啊 你首先是要尽心 肯定要去了解这个东西的一个背景 带学生出去去做调查 比如说到哪个县 那么我们先要求学生看那个县的县制 太远呢 过去称静阳 尤其是在东魏 北齐 然后这个隋唐 这一段呢 特别特别的重要 可能有人力的 有物力的 有财力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才有可能开出来比较好的是枯 觉得它这个枯的艺术水平是比较高的 那么高在什么一个情况下呢 它跟随代初年 心心向上呢 是有它这种氛围的 我觉得再深一点呢 专门地去做一些功课 或了解那个时期的地区史 佛教史 再进行更多的一步深入的解读 这个第八窟呢 它因为它有这么一块碑了 细读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不像有些媒体说的 它说是 这是阳广开的 所以我就说呢 这是一个军民合作开的一个窟 这个地方呢 又是少数民族活动的一个大舞台 中夏季的这些军事 然后呢 和民间的这一批信仰者 给阳广这么祈福的 大家呢 就是觉得考古好像是最近比较热 我觉得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人干 一个人呢 最好是干的比较喜欢的事 是吧 这个前些年没有那么热 甚至还是冷门 你做学术研究 过去说板凳要做十年了 你首先的是一个喜欢 你喜欢了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大部分的这个专业人员 那就是在树栽里面 在田野里面 默默无闻的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有趣 天龙山石窟的造像呢 散落在很多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 博物馆里头的 他们把能够采集的 他们都尽量采集了 对这个 咱认识天龙山石窟的这个原貌 非常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总觉得这个数字化和实物啊 它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真的东西 它是无法提来 所以也希望大家吧 能有机会尽量多去实地看 因为中国的我们称地上地下 真是一个文物宝库 很多都是经典 它一代一代留下来的 被古人选过的 经典 别管是对于东方 还是对于西方 都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不能只发展了经济 我们忘了自己的经典 经典就是根 喜欢的人越多 我觉得这个根 就是所谓的文化之根越深 《文化之根》 也讨论的文化之根